好 欢迎来要补强玉里东风里活动中心 玉里镇公所在7月4号上午举办了一场 东风里活动中心兴建案的座谈会 邀请了里长头目 县议员 代表济师等人到场来相互交换意见 玉里镇公所总共有15个里 几乎每个里都有活动中心 但是建设都已经老旧 其中东风活动中心是民国68年所兴建 至今超过40年 经过918地震之后 所有的公共设施都必须做防证的测试 经过测试之后确实需要补强 补强经费将近300多万元 以建筑年限以及结构 与其花费这么多经费 还不如重新打掉重建 所以玉里镇公所即刻的向中央争取到花东发展基金2500万元 我们土地也成功的已经拨用 拨用给玉里镇公所 然后把这个厅设也重新搭建 那希望未来除了是适合使用 也能够代表这个东风里的特色 无聊补强 玉里东风里活动中心 玉镇公所在7月4号上午办理了一场 东风里活动中心新建案的座谈会 邀请里长 头目 现议员 代表 济师等人 到场互相交换意见 公文俊说 借由村里集会所活动中心的新建 除了可以作为居民集会所活动以及紧急避难中心之外 也可以配合政府办理各项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长期照顾 老人照顾等各项服务 提供社区邻近居民休息空间 促进地方整体的服务跟发展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